最近晚上都流行问那个结婚的好处 你说结婚有啥好处啊 那啥的 粉券子还粉啥互刑啊 哎呀我都白了 干啥呀白我这么说的 偷圈啊 不是 这是我准备的情人节礼物 情人节礼物 哎呀妈这哪个能送出事 这是什么 凶针啊 凶针 哎呀妈家看着比你爹岁数的大 这古董啊 不是 真的一点不撒谎老弟 就这玩意儿拿潘尼R去溜的一圈 起码能换两匹手指 那银送礼物都送嘎心正亮的 您们可倒好 长得像萌营销卫那厨 哎 你的手链挺亮的 哪买的 我这就可不就嘎心正亮的呗 我这可德物上买的 这个周大声的蝴蝶足尖手链 寓意着魅力绽放花开蝶子来 不错吧 采用的是5G极光工艺 更闪耀吸金 还是品牌直发 正品有保障的 点我评论区还能抽一千块钱 那我门口租一卷呢 那不我也买一个吧 啊对啊 不对 那万一我送他 他不跟我在一起咋办 哦 哈利艾这玩意儿本身就是风头 他本身那就是不可控的事儿啊 那可不行 可以骗我感情 但他不能骗我钱 炸 我的妈呀 真的大家 你打游戏都往里头充钱 你喜欢一个人 你舍不得充钱 再说了 那你没钱 谁骗你感情 老弟我送你去欺言律师 啥呀 人生就像游戏 无法选择放弃 爱情就是买卖 没钱就得携财 有道理 面试的那些套路 恭喜你通过面试啊 今天就可以签入职了 五王公司不叫人性化 现在呢 有两个选择 一个是呢 一个月修八天 月薪五千 另一个呢 一个月修四天 月薪六千二 小孩才做选择呢 我都要 我选择一个月修十二天 月薪一万一千二 完了 那你能接受交班吗 我觉得加班是态度 业绩是能力 我要是业绩不够的时候 我的态度会跟上它 是 我们公司吧 还是很人性化的 但是实习期呢 是三个月 这期间呢 一定要下班 我觉得我工作能力挺强的 把二种职工作量 我够用的 不用额外再增重 这个乐捐是什么意思 咱们公司这么有爱心吗 平时还做一些慈善啊 不是的啊 我们公司特别人性化 所以吧 实施了一套乐捐制度 这个超过早餐时间吧 乐捐二十 办公室不整洁 乐捐二十 外出超过十五分钟 乐捐一百 工作时间闲聊打游戏吧 乐捐二百到一千 对 不是 这不投款概念吗 归公司很多得起年 乐捐 勒索的乐吧 臭不要脸 罚管叫乐捐 996叫福报 公司好像个寺庙 你当劳动监察 劳动仲裁那方人是傻的呢 你这 变相罚管了就是啊 你不 那那你啥意思啊 归公司有火花炉吗 猝子的话 提供股为盒吗 哎呦 我这求职我我可不敢签字啊 我一开始我现在修四天修八天的 我和就我这求职的路也没那么坎坷 和这套路在这儿呢 这谁敢宰你这干的真的是 但是我还是回我的生产队去当努力 太好意思了 那个咱们可以稍微谈一谈呢 不好意思 姑娘 这是啥日子 今天愚人节呀 你说愚人节都没人跟我表白 你说是不是太失败了 那我找个人表白吧 你可拉倒吧 愚人节不适合向人表白 太常规了 你呀 应该清明节向人表白 蛤 不厉害呀 万一把人拒绝了 你就说你鬼妇人了 鬼妇人了 我这 还有什么 哈哈哈哈 哎你坐这呗野哥 咋干活呢 家里保洁下班了 这字块来 我先你来我擦亮他 那就你在屋 要整个什么拍那个灵异啥的 都不用找地方 跟你说 你说这 哎 就是女的 我这 你知道这还整个新娘 你说多下阴 那你这 还什么 你整整新娘多下阴 那拍灵异都多 灵异 你说的成下阴 这是艺术 谁艺术找老新娘 这下边皮果橘子啥 你走下上供 这 中国风 这是国画 这是公笔画 啊 你不懂吗 你别画画了 我太吓人了 师父你哪没上去呢 我 他他没人供他 他太吓人了 这 这是他的遗寸 免贯照片 完了楼上那个 是那个二寸的 二寸照片 就抖着一个女的 你就得一趟 嘿呀 你也长成这样 你也上墙了 然后他俩还得般配 就都看俩红色的鱼 我希望我这辈子 不挂墙 你早点上墙 不是 其实你来见会 你也收拾收拾 从那扫子 粉丝投稿 老师总找家长怎么办 请进 哎 老师 哎 家长来了 坐吧 我这次把你找过来吧 你家孩子这次成绩 实在是不太理想 哎 我先让我先太忙了 你给我打电话 我一直没过来 其实你不用这么客气 老师 你下回你道歉 你在手机里一说就行 你不用再让我过来 道歉 我道什么歉呢 我是让你来学校 了解一下孩子的情况 不是道歉 那我就不懂了 那孩子送学校了 你们教学习 那他考的不好 亏家长啊 那孩子思想体责出问题 那是我们家长的事 那我们家长要是在家里 能把孩子学习搞上去的话 那要你们老师干啥呀 啥 不是 而且你家孩子 还在学校 跟别的学生打架 哎 老师 你不说这事 我也不省气 你一说我更买气 你说咱这是学校啊 咱也不是索要塔呢 啊 那咋啥要摸鬼怪多用呢 我这怎么高年级的 咋还校园霸凌呢 什么霸凌啊 什么校园霸凌 不是啊 那我们学校规章制度特别好 那他们是打架 一个巴掌拍不响 不能都怪人家 那苍蝇还不顶无缝的蛋呢 可是你以前是哪儿的大法官呢 那怎么还能向着施暴者说话呢 一个巴掌拍不响 我给你嘴巴掌 你看想不想 他不顶无缝的蛋 他连屎都吃着 他怎么不顶蛋了呢 我希望你用公开公众透明的态度 去处理每一件事 别整的行为我用了 动不动去找家长 我也不可能给你送礼啥的 你也别老天天都动不动 三天两头给家长打电话 好好工作 祝你早日当上秀了 叫我呀 叫你叫你叫你 不是 咋的了大姐 我谁叫大姐呢 那满脸褶子光我叫大姐 这车位我在这排半天了 你一个猛的就扎进去了 你车机挺好呀 不是那你默默唧唧的 我行思你不停的 哎呀先来后到吗 挪出去啊我我我先来的 挪不了啊你找别的地方吧 不是你讲不讲道理啊 我跟你讲什么道理呀 干嘛呀 哎呦我外地车牌子呀 怪不得你不认识我车呢 你在这边打听打听 你知道我爸是谁吗 我咋的你妈没告诉你啊 哈哈哈哈 你爸里有个大台 他四十五八旅游鞋 现在你狠狠好横啊 还你爸是谁 你要找家长啊 来你下车 来下车下车 哎哎哎哎 来来来 什么纸啊 小九老师没教我 你要讲文秉动女帮啊 大九老师没教我 你思想品德呀 哎 不是 别以为你是个女的 我就不敢收着你啊 哎呦妈真厉害呀 你快来吧 提款机 我想仰望星空很久了 你看新款那个库里男 我开能好看吗 哈哈哈哈 哎你好 相亲呢 啊 啊 我们约的五点 我没迟到吧 哦 没没迟到 一分都没迟到 哎 喂 不对呀 我刚开你不是在那座坐着吗 啊 你说那女的 我没相中她 哎呀 这这哪是相亲的 这不妥妥飞上勿扰现场吗 白的呀 哎 不好意思 主要是工作太忙了 都没时间 都约在来今天 哦 哎 你是干HR的吗 你这资源够牛的了 啊 谢谢花奖啊 哎 你老顶着我表看看啥 你这手表看着挺漂亮的呀 哦 我这刚从德国顶上 入的这个 MRV的老爹手表 表盘大气 而且在二百多钱 才两百块 我 我看不一般 你看你得接收新鲜的 送人自用都合适 怎么买呀 你点我评论区 点开德国 还能抽一千块钱 我们好有个卷呢 你不这练 你咋 你来要练接的了 你看着挺会买的 现在几点了 嗯 五言十分 咱来了 啊 那你还25分钟 啥 我对不起 我说你咋老盯着我表看的 我整名整了半天 你是给我定时的 是不是啊 那要不 我先自我介绍一下 不不不 你不着急吗 咱俩就节省点时间吧 你刚才跟那座坐着吧 跟那女的嘚伯嘚伯 就讲讲 讲天剑 我都听着了 那个 有车有房有双代 然后身体健康会做菜 是这个事不 啊对 我吧 基本上结婚所需要的配置吧 我都有 所以我想找一个 跟我携手相伴的 另一半 费劲 啊 为啥啊 要求太高了 哥们你多长的椅子呀 咱说你这么自信呢 刚才那小姑娘 我都听着 那条件都多好了 啊 你你都嫌弃人家 哎 我猜的没错的话 刚刚进屋有一个女的 我们那个应该是 下一个竞赛选手吧 你整好几个老娘们 在这屋里边等着你 赵剑 你在这家选妃呢 你一米七的大哥 长得像风干肠的 嘎吗扯一的 就这样的 你还想等级呢 你长得跟爸爸似的 你接接下一个不 我烙病时间了 哎 姐啊 你借我点钱吗 不是上周才开的工资呢吗 钱呢 买鞋了 剩下的呢 没剩下 不啥鞋四五千呢 啥脚牙 镶金边穿四五千鞋呀 那不球鞋限量款的吗 穿的是五幅不得劲吗不 我说来来来 你告诉我多得劲啊 咋的穿这鞋 你别上新年许间摸摸脚啊 不能行 那正好你的脚去脚去脚 脚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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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点啥的啊 你就这样吧 那我下辈子当牛坐马 抱他你还不行吗 二环别人也不像骑马呀 这就是女的 我就能吃两座火锅 我还不吃牛羊肉 你还当牛坐马 拉倒吧 这一辈子我都属于 出犯天调了 下个杜劫 遇入你这个温神 他下辈子 你别说话了 你不用远点吧 真的 我看你开时间长了 我急门眼我都犯了 说多了 慢用就饿 省点钱 你要饿了 你就钱你那四五千的鞋 解饿 去 干啥呢 地下停车场 你当高速公路呢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开得有点快了 你那是开太快吗 你那是飞太低 你给我身边 过去那一线子 我敢牛子 看上天堂那门了 对不起啊 我这不有着急的事吗 你有啥着急事 你也不能这么开 怎么的 你媳妇的老王跑了 你着急注意一下 不是你咋说话呢 我怎么说话呢 这是我今天反应快 要不然呢 你就等着小朋友带不你 还有你妈 大哥回来了 啊咋的了 啊那个 我想跟你说了个事 啊你说 你能把这鞋啥 这拿放屋里去不 这关键倍儿太大了 我每天回来的时候 我上到楼下 我就得提前屏住呼吸 因为我现在气息 都练得老长 那你唱个青藏高原呗 这不是 主要是 咱这不是一踢一户呢 对不 这大家公用呢 拿屋去吧 主要倍儿太大了 这楼到啊 我也有功弹 你不也放这儿了吗 啊 我这 那行 你你你你就继续抱着 继续抱着抱着 好 哎呦 拉鸡蛋 是露这些油啊 这你没涨啊 哎呦 你们 哈哈哈哈哈哈 哎呦 哎呦 好香啊 哈哈 哈哈哈哈 老爹 嗯 我听说你要是以前一万多呢 你借姐的 干啥呀 谁想买个包 反正我月底开工资我就还你 啥包啊 王岐背了个LV可好看了 他们都夸你的包好看了 你看啊 他背个LV大家都说他包好看 你没背包大家都夸你好看的 你品着 自己品着 姐啊 开纸没 嘎呀 开纸没 开了嘎呀 借我俩钱呗 这钱啥呀 这天天上班 这没车不方便 你不有台挨马吗 那电动车老冷了 你看老王那大奔 都夸的帅 老弟你看哈 老王开了个大奔 人家都夸的那大奔帅 你不开大奔 人都夸你这样的帅 对不 在一个他哥车里边 谁能看上他们帅色的脸庞啊 你不一样 是吧 你那全景天窗 全天无遮挡 全天采光 你一个大奔帅 你走一锅多辣风啊 露着你的帅气的大脸 是吧 一品 一品 干啥 你把你那个零钱 见面的截图给我发过来吧 干啥呀 要你发 你发得了 有用呢 姐 你要给我钱呢 你发完了吗 啊 二嫂呀 你 我不是不借给你 你看我真没有钱 我来这钱你就算19块钱了 我还没开支呢 我这一月都净花花呗了 我现在我就个床里躺着呢 我都不敢动腾 我都不敢翻身 翻身我怕运动量太大了 我饿得太快 你干啥呀 你今天躺着吧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喂 没骂呀 谁让我堵住你了 我给你打电话 你没法不接呀 我我刚才拉爸爸那不方便 啊 不是你拉爸爸当你张嘴呀 我这一月给你打六回电话了 你回回都疼不出嘴了 不是傻话呀 这么别扭呢 什么别扭呢 你知道我找你干啥吗 六万块钱 三年了 这几年疫情给我闹的吗 我真没有啊 我借给你以前是支持 不催你是信任 你还钱是诚信 对不 你妈但凡要是给你揍心了 你但凡你要是有心啊 你就没有钱还 你也端正态度 对不对 你时不时的你跟我说一声 告诉我你没忘 这我今天我要不堵着你的话 今年是不是又没信了 哎呀不能啊 我想着呢 看你这话说的 我发现了真的 以后再往出借钱呢 真得看能力了 我那店以前挺挣钱的 这不就这两年啥吧 我不是说你 我是说我自己 有没有承受对方不还钱的能力 我又没说不还呢 你没说不还 你电话不接 你微信不回 帖子 我借给你钱 是让你用来翻身的 不是让你用来翻脸的 那你让我咋办 我现在是没有 你上银行去抵押去呗 你去银行抵押去就晚了吧 我 我不爱问银行借钱 你不爱问银行借 你知道你为啥不爱问银行借 你问我借吗 因为你问银行借 怎么好你会失去自由 你问我借你有多持续我这朋友啊 我告诉你啊 既然已经就是翻脸了 还有二十多天过年了 我这也挺紧的 年前你要不还给我 你公司门口将全是你的伊拉宝画像 你家单元门口也将换团紧醋 爱大地吧 破亡了啊 已经这么低撕我脸了 二天 还有钱 你找我干啥呀 你有事出事的 你有三十万呗 你踢我腰子干啥呀 我是说你能借我三十万不 不是 你要是想我的咱俩就作为闹磕 你要是求财你上庙里吧 哎呦我这遇到难事了周转一下 我的方式有千万种 你偏偏问我借钱 同样的年纪 跟你没有的 可能有吗 哎呦他很低调的啊 我一直关注你呢 这几年你还不错 你快给我取关吧这件事 我这不恰你的一个粉丝 我都不想让你关注我 你别开玩笑了啊 谁跟你开玩笑了 你看到的都是表象 谁不把最好的一面展现给别人啊 对不对 不瞒你说要不是空气免费 我都活不到现在 你都不问我是啥事 你怎么就拒绝我呢 这啥事没有关系 主要是我真心想帮你 但是我心有缘愈愈合不足 我跟你讲啊 我跟我女朋友打算结婚了 这不买房子吗 你找银行去 上银行带馆去找我爸呀 是啊你姐 那不得有首富吗 这女方家说了不买房子啊 就不跟我结婚了 那咱们可亲情啊 你硬拆一座庙 不破一桩魂 你能眼睁睁拆上我吗 我拆散你吗 我是法海呀 我不懂爱呀 哎呦我得买 哎呦就假的 俩人这么相爱 又问一个房子不能结婚 哎呦太狗血了 这篇你投稿吧 穷瑶不拍我拍 真有意思 那么相爱能因为一个房子 那啥 你俩自行先奋斗先租 这不行吗 哎呦我不想让他吃苦哦 啊你不想让他吃苦 你又没有入股 那咱们是一家人呢 你连这样忙都不忙吗 又不是没有哦 我发现了真的 我给你抬肩 你就真不下呀 还盗盗盲架了 我欠你的呀 那一家人我欠你的呀 救急不救穷 你要是有病有渣啊 那我能帮你 但是这事我真帮不了你 不行你小时候带吧 谁还不离水地球也行 哎呦什么 哎呦老板你在这呢 啥事啊 坐啊 那个我这个月工资少开500块钱呢 然后财务让我找你啊 啊 你这个月不是请了一天假吗 啊不是 我前天请半天假 请半天假一天算 王伯的屁股规定 啊 王伯的屁股长截子烂规定 那怎么半天还能安一天算呢 那我周日的时候帮你去给客户送单吧 你也没给我加班费啊 加油啊 你别不知道敢啊 这个月公司可是给你涨工资了啊 是涨工资了 提倡价了 现在王伯的讨厌务 也没有以前的那多了 不是老板你这不玩文字游戏吗 年轻人不要那么物质 这是给你机会锻炼自己的 这对未来的你来说都是阅历啊 老板你以前是托尼老师吧 啊 我感觉你是干洗头发呢 你洗脑洗得不错 一天没啥事 下班准开会 开会加班 还不给加班费 一到周日休息的时候 你准来事 哎 每个月都有那么几天 可准时了 真的 不许我们的时间 压榨我们的工资 啊 还给我花饼 谈什么理想谈梦想 我的理想就是每天都早点下班 你想干啥呀 我想干啥 结账 我不干了 财务够结账 你咋的呢 露露个脸呢 先你说现在的网络喷的咋这么多呢 你说他妈咋的了他妈他咋能弄弄弄的呢 你说呀 你被捧了 那你以前不老告诉我们的 谩骂是一种痒吗 对不对 你这心态得好点 就应该啥你知道吧 设计一套网络法律 哎 最好跟利益挂钩的 强制实名制 绑定手机一号 银行卡的 不绑定 不让你打字 不让你评论的那种 然后你要在网上骂人的 直接 银行卡里就罚款 那卡里要没钱呢 没钱就跟直信 正信挂钩啊 就正信不良记录吧 以后买房买车啥的 银行也不贷款给你了 让他们嘚瑟 这招太狠了 我就觉得这帮喷的吧 可能就是生活上不如意 正常人就心情好了 天天过开心 不自如这样 对呀 肯定的 你说那要是 人要吃有吃 要喝有喝 儿子孝顺 媳妇没说的 人家能上来喷别人的吗 对不对 麻绳专挑细处断 厄运专找的苦命人 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他们早晚的事 指定有法治他们 别生气了 一会我喷别人的 啊 克兰 氟了 帮你 他累串是